腰痛不可以转摇,即以阴卵,四八疗与痛上,八疗在腰靠分间,皇帝内经素问古空论,这里的腰痛包括了肾部疾病,因为腰围肾之腐,阴卵在女人指的就是盆腔,子宫,卵肠,阴部,泌尿系统,八疗五行属水,擅长调节全身的水液,疏通气血,凡是妇科病都跟气血水液有关。 因而,八疗能通调所有的妇科病,从事中医养生行业的朋友不难发现,在调理各种妇科病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搭配八疗学。 难道八疗学对什么样的妇科疾病都有效?八疗学很重要吗? 确实,八疗学就是可以治疗一切妇科疾病的神奇学位,因为女人生理的特殊性,所以女人的问题更麻烦。 除了人所共有的疾病外,还存在经、带、胎、产四大问题。 这四大问题往往与身体的其他问题总挫加杂在一起,把病情搞得更为复杂。 比如,女子的很多失眠、便秘、脾气暴躁、情绪低落等都是由妇科问题导致的。 医生如果不考虑复刻因素,用常规的方法去治疗,往往没有疗效,或者不能根治,容易复发。 所以,古代很多一家总是说,另一十男子,不一一夫人,短短的八个字可见妇女疾病的棘手程度。 一般来说,女子出巢以后,其治病养生就要考虑复刻因素了。 对于形形色色复刻的问题,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八疗学。 八疗学,八疗学是八个学位的总称。 上疗、次疗、中疗、下疗各一对,所以叫做八疗。 八疗学这个区域就是盆腔所在之处,临近包工。 身体健康的人,这个区域的皮肉,应该是很松软,能捏起来的。 如果不松软,说明静落肌肤之间有粘连。 这种粘连,正是体内尤其是包工有毛病的外在表现,而妇科的一切疾病都与包工紧密相连。 在八疗区域进行提捏、退拿、按揉、拔罐或爱酒,正是从外而内调理包工。 冲脉、韧脉和督脉也都起于包工。 肚脉主一身阳气,任脉主一身之血。 冲脉则为静脉之海,五脏六腑都要靠他们支配。 所以,八疗学是支配盆腔内脏器官的神经血管汇聚之处, 是调节人一身的气血的总开关,务必畅达无阻。 包工健康了,复科问题没有了。 困扰女性的很多杂病,比如失眠、便秘、爱生气、急躁、慵懒等,都会自然消失。 如何搓八疗,打开盆腔气血开关,按摩师站在客人的侧位。 用手掌用力快速按箭头标注的方向来回搓, 与客人的身体呈90度,也就是垂直,在腰部横向搓。 当然也可以在此区域拔罐或者拉罐等。 搓八疗时,当手掌或人的腰底部皮肤快速摩擦时, 会有一股热流明显地传导致人的摩擦部位, 并且通过此部位传导致前因, 甚至通达到人的双脚、肩部可谓是激活全身气血。 爱酒八疗血的好处 一、爱乃全阳之品,因此按照中医理论, 在女性身体阳经较为集中的八疗部位十九, 可有助于改善原本属于阴寒肢体女性的生理功能, 起到补一阳气,调节充韧, 预防和治疗月经,白带异常的作用。 二、爱酒的温润作用, 最擅长的就是温精散寒, 在女性膀胱经、肚脉经和臀部上湿酒, 能显着改善女性盆腔内的血液循环, 预防子宫肌瘤囊潮肿的发生。 同时,爱酒还具有形气活血, 驱寒散湿的功效, 可消除和缓解盆腔内的炎症和肌液, 避免输卵管的碾连。 三、中医认为气得温则行, 血液寒则宁。 所以八疗部位的肚脉、太阳、少阳等经络, 如果为寒时所伤, 就会出现气质血液不通则痛。 此时,以动态九支法, 能一气助阳、散寒止痛, 预防和减轻坐骨神经痛、 痔疮等疾病的形成。 四、臀部为人体认多二脉的交汇点。 男女繁衍、生殖、性生活。 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 皆是到臀肌配合与参与。 爱酒八疗靴能激活臀部的经络助血, 可促进女性臀部的血液循环。 八疗靴爱酒方法。 自己爱酒是很简单的, 用一个竹之四孔爱酒盒, 扣在八疗靴部位爱酒40分钟。 这下大家了解为什么治疗妇科问题时, 为什么都会带上八疗血了吧。